永蓉 别乱爬 没事 让她爬 孩子嘛 这长得真快 想不想吃这个 想 自己拿着吃 永蓉 谢过皇妈吗 永蓉 谢过皇妈吗 真乖 孝贤皇后的丧仪 虽然有旧力可以比照 但皇帝如此隆重处置 你们也要精心 太后说的是 家妃有孕 各府里有年迈的老福晋 怀着身孕的福晋 需得仔细照应才是 宫里的奴才们 平日里归各宫管制 都还好说 现如今事情已多 各处都需要人手 臣妾也是伤神得很啊 再嫌烦 还有礼部和内务府呢 永皇不也帮着你再打礼 永皇虽然年长 但也未曾经过这样的事情 还是有些毛躁 倒是臣妾的永章 倒还稳重 哦 永章如今这么敬意 是 嫡母崩事 再怎么不懂事 也该稳重了 那好啊 大可让永章和永皇分担着 也算多个历练 是 臣妾多谢太后 你是儿女双全的人 这满宫的嫔妃都比不上你 哀家听说 孝贤皇后临终前 还举荐了你为季后呢 想是 传言有误吧 臣妾 哪里配为季后啊 没事 坐下说吧 是 听说方才 永皇又去看望贤贵妃了 你不再重罪宫 永皇到我那儿坐了会儿就走了 到底贤贵妃抚养过永皇 也难怪 永皇心里一直惦记着你 我也抚养永皇这么多年 知冷知热地疼着 闹了半天 还是不如你 臣妾贵妃你多心了 我养了永皇 这么些时候 她就惦记着 何况你那么等她 永皇是个孝顺的孩子 自然会记得你的养育之恩 在永皇心中 你的养育之恩也不见 说来 贤贵妃没有自己的孩子 永皇对你多孝顺些 也是应当的 也是应当的 永齐挨着额娘近一点 别拎这儿了 哦 来 永齐来这儿 额娘有话告诉你 永齐啊 后天是你皇额娘子宫凤怡 到景山观哲殿的日子 当天是大日子 你可万万记得 千万不能哭 知道吗 但是贤和娘说 每个人都要哭得很伤心 不然皇阿玛会生气的 那是平时 当天不一样 当天所有的阿哥跟公主 都会哭得很伤心 你如果可以镇定自若 你皇阿玛会对你另眼相看 因为你是众多痛哭流涕者当中 唯一保持清醒的一个 为什么 因为你皇阿玛失去的 不只是一位皇后 还有妻阿玛这位嫡子 所以她现在需要的 不是众多的孝子 而是能够不被悲喜所影响 能够有机会成为太子的阿玛 儿子明白 余娘娘安 三哥好 五弟好 三阿玛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哦 永章见几位弟弟 因为劳累都起了口疮 特去太医院取些金银花来 给弟弟们煮水喝 三阿玛有心啊 余娘娘过奖了 那永章先行一步 去吧 来 永章先行一步 来 永章先行一步 来 永章先行一步 我这腿啊 我这腿啊 没一处不疼的 您慢点 这不都是生永章的时候 落下的病吗 奴婢一会儿给你好好按啊 本宫这才知道 这执掌六宫也不是件轻松的事 事无巨细 事事都要操心 又不能得罪谁 若是日后 儿子给额娘请安 永章回来了 快起来吧 额娘 儿子有话对您说 说吧 可心 退下 是 说吧 什么事 给御主和五阿哥请安 御主 怎么带着五阿哥来了 方才我听 永迹有两声咳嗽 本来想带着他去太医院 永迹惦记着皇上 说要来跟皇上请个安 才肯去 五阿哥真是孝心的 可是皇上这几日 都不大见人 恐怕 孝贤皇后先逝 和宫的人 都满心悲伤 皇上也应该当心龙体啊 永迹 你皇阿玛正在忙 咱们不便打扰 这样吧 你去殿前 给皇阿玛磕个头 把咱们带来的参汤 留下便是 是 去吧 儿臣永迹给皇阿玛磕头 皇阿娘先逝 而臣和皇阿玛一样伤心 但请皇阿玛顾念龙体 不要让皇阿娘在酒泉之下 担心不安 请皇阿玛喝点儿臣炖的参汤 养养神 儿臣告退 皇阿玛 老郎 老郎 皇阿玛 武启 皇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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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非 您也一块儿进来 是 原以为 与非是个安分手挤的 原来却也动了这个心思 那 额娘的意思是 吴阿哥即便是不哭 额娘也有本事 让他哭就是了 倒是你啊 要好好学着于非的教导 冷静持重才是 儿子多谢额娘教诲 额娘不心疼你 心疼谁啊 永皇不过是额娘的养子 除了他以外 在阿哥当中你是最年长的 若你能得到皇阿玛的喜爱 当了太子才好呢 更何况 我们还有孝行皇后 临终前的一份取见呢 皇额娘崩前倒还顾念着你 那是她欠咱们的 当年若不是她早早 就把你送去了协方殿 我们怎么会母子分离呢 若不是她 让那些嬷嬷们蓄意把你宠坏 你皇阿玛怎么可能不宠坏你 如今她都去了 也是该还给咱们了 额娘的心愿 就是儿子的心愿 皇上这符字 是写给孝贤皇后的 是给孝贤皇后的树碑付 以尽真的爱死 皇阿玛对皇阿娘真好 你皇阿娘在的时候 皇阿玛没有对她更好 心里很是难过 儿臣知道皇阿玛难过 所以就炖了身汤给皇阿玛 你说这身汤是炖给皇阿玛的 告诉皇阿玛 里面有些什么 这个身汤叫四身汤 里面有紫丹参 南沙参 北沙参和玄参 入口甜苦醇厚 有意气补中之效 入口甜苦醇厚 你替皇阿玛喝过啊 是啊 二十四孝中说 汤要非口清肠 服尽父母 所以儿臣也尝了尝 怕太苦 皇阿玛不愿意喝 好孩子 皇上 您尝尝 皇阿玛 二十四孝 儿臣已经全明白了 可是今天大哥 好像说了一个什么典故 儿臣还不大懂 你大哥说的什么典故 永齐 你皇阿玛可是学惯古今 不似额娘 一问三不知的 今日儿臣在长春宫 给皇阿玛敬哀�礼 经过偏殿时 听到大哥很伤心地说什么 明神宗宠爱 郑贵妃所生的第三子 朱长循 不喜欢长子朱长乐 还说什么 明朝有忠神 所以才国本之争 自己却连朱长乐都不如 儿臣不知道朱长乐是谁 大哥为什么拿他跟自己比呢 儿臣还听到大哥跟大嫂说话 没敢多听就走了 你在给皇阿娘敬哀礼 他们夫妇在窃窃私语是吗 不是窃窃私语 大哥说皇阿娘崩世 兄弟中唯我居长 自然要多担当一些 我觉得大哥说得没错呀 皇阿玛 是不是儿臣说错了什么 皇上 永齐年幼无知 若真说错了什么 臣妾替永齐 向您请罪 玉飞 你起来吧 朕知道你不懂这些 即便是如意 也很少看前明的史书 永齐还小 这些话 只能是听来的 永齐 过来 永齐 纯贵妃要立为季后的事 你说什么 难道不是吗 臣妾在宫中听人人都说 孝贤皇后临终之前 向皇上立剑 要让纯贵妃成为季后呢 原来如此 冯贤 你和玉妃退下吧 臣妾告退 儿臣告退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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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没说了什么吧 没有 你说得很好 不枉儿娘 办了这些天的书教你 那儿子回去就要说给贤儿娘听 那可不行 为什么 儿娘什么都不买贤儿娘的 出事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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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